大家好 我是小新 好久不见 又来跟大家显摆我的这台AMG了 但其实今天的主角不是我自己的这台车 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自己的这台车 然后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他旁边的全新的CLA200 之所以把我这台车也找来 其实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对比 虽然我这是一个AMG车型 但是无论是在空间上 在外观上 在内饰上 都可以跟全新的CLA进行一个小小的对比 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 好吧 那咱们废话少说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台全新的CLA200 首先这个钥匙上大家可以看到 根池最新的钥匙 然后我这还是古老的这种叉的这种钥匙 然后在外观上可以看到 我觉得上一代的CLA的外观 其实它的车头会显得更大一点 然后无论是车灯造型 其实都是更狂野 更有这种运动的感觉在 我觉得新的CLA其实是更偏向于这种精致的这种感觉 你看 非常狭长的头灯 然后其实它有一些元素也是被保留了 非常粗壮的纸条 满天心似的这种装饰 这台车其实它是一个低配车型 就是CLA的200 这个轮毂其实大家也是一直在吐槽 说它扁平比 包括整个轮毂的造型不太像18寸的 视觉上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显小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很多CLA车主经常说的一句话 30万开门不知道输给谁 无矿边窗确实是非常的帅 这也是CLA一直以来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然后试验接着往后看 流线型的造型其实是跟我上一代的CLA是非常一样 整个从车顶一直延伸到尾部 只不过它的尾部虽然是很像CLS 就是有一种跨级下放的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尾灯确实没有蝴蝶灯经典 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那个意思 但实际上我确实是这么感觉的 不过外观这个东西确实就是见仁见智 你喜欢就是好看 你不喜欢就是不好看 对吧 然后继续看一点细节 它的排气依然是做成了隐藏式的排气口 这是一个假排气 真正的排气是隐藏在下放 后备箱开启的方式 变成了可以抠进去的三叉戟的标 反正总的来说 我觉得新的CLA在外观上确实是延续了 就是奔驰家族一直以来非常新的这种设计语言 而且这台车它无论是说从屁股 或者说整个这个车身的线条上来看 其实都是非常像CLS的 这也就是奔驰一直以来非常习惯用的这种小套路 就是我先出一个高级车型 然后逐级的下放 这样会让你的低级车型显得很高级 OK think about salada salada dabacado 风格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啊 这个大连屏 空气引擎式的出风口 全新的MBUX系统 其实跟奔驰的A级都很像 但是呢 作为一个非常运动的车型啊 它也是采用了这种一体式的座椅 而且这个材质也用了阿根塔拉 可以伸长的腿托 整个无论说材质 还是说整个的这个包裹性 厚实的程度 其实要比上一代的CLA呢有了一些进步的 再有就是整个这台车气氛的烘托 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啊 64色的氛围灯 精致的材料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是非常能打动这种年轻消费者 看阿根塔拉 枕皮 缝线等等打孔的光级盘 换挡拨片 金属的材质 而且呢它会很细节的把减挡设置成了一个凹槽 然后加挡设置成了一个凸起 这就让你有一种什么感觉 我被照顾 这种感觉 但是它只是照顾了驾驶员 因为咱们这个低配车型呢 其实它的副驾座椅是一个纯手条的设计 而且啊它的座椅靠背的这样调节 还是那种一点点旋扭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它的后排 到底还是不是像上一代车型那样 那么的局促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啊 这台车的轴距呢 达到了2729毫米 那么上一代车型呢 是2699毫米 然后看看后排表现怎么样 好来到后排啊 我的身高是1米75 然后前面是我正常的驾驶坐姿 这个腿部空间呢 竟然有两圈啊 确实比上一代要长了一些 但是这个头部空间还是依然很局促 座椅的舒适程度呢 其实也OK 而且这种阿根塔尔的材质 其实也是增加一定的摩擦力 必须得吐槽的啊 就是它的这个低配车型 这里没有出风口 只有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整个后排的这个便利性上呢 还是有待加强啊 但是啊 它的这个视觉效果 其实还可以 就是你可以从驾驶坐的这个小窗口里 能看到前面的一些操作 能看到什么操作啊 你干什么 后面一拨冷了 你这柔是拨冷的 也能增加你一定的新鲜感吧 我就不尬吹了啊 这后排确实很一般 好 现在开着这台CLA来到路上啊 首先第一感觉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它的1.3T发动机 再加上7速DCT的变速箱 其实跟之前我试过的A级是非常像的 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台车非常的轻快 非常的灵活 一点都不笨重 这也其实是这个级别车应该有的这种样子啊 那说一点我自己个人的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啊 大家去评判一辆车性能的好坏的时候 最直观的就是去看它的参数 不管是说动力参数 还是说它的加速的表现 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普通的参数能体现的出来的 就比如说咱们今天这台车啊 虽然说它是一个1.3T的发动机 但是整个无论说动力的加速响应 再加上整个动力的衔接 其实做的都是非常好 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 这种动力的表现 很多比它排量高的车型都带不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啊 这套1.3T的发动机的动力 其实是真的大家不用去担心的 再有就是这台车的转向手感啊 其实它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轻 也真的不够那么那么的沉 我个人的感觉是比较适中的感觉 就是大家如果开过奥迪的车会觉得 哇这转向太轻了 轻到有一些让人恍惚的感觉了 开什么宝马的车型 你会觉得哇这个操控感非常棒 对吧 奔驰其实是转向的手感啊 偏向于折中的这种感觉 既不轻也不沉 让你开起来会比较的舒服 再要表扬这台车的一点呢 就是它隔音静密性 因为我之前的那台车呢 虽然改了排气啊 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风噪啊 包括一些外面噪音隔绝的不彻底的这种表现 那么这台新的CLA呢 其实它在静音性上 我觉得做的比上一代车型要有很明显的进步 那么这两天开下来呢 其实整个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一台非常好开 非常灵活 而且也比较聪明的这么一台 很精致的小车 其实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啊 可能会犹豫 我是买一个CLA呢 我还是买一个C呢 我还是买一个A呢 对吧 其实这三台车 它们在指导加上是有一定的重叠的啊 咱们今天这个CLA200 它的指导加是29.8万 相比于奔驰C级呢 可能会略低一点 因为C级现在末期有一些优惠嘛 所以说可能在这台车刚上市的时候 它们的价格会有一些重叠 那么考虑下来 其实CLA啊 比C级要强在哪呢 首先它是一个进口车的身份啊 再有就是它的内饰会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豪华 还有呢 就是它整个这个车身的造型 外观啊 都是奔驰最新的设计员 以及说它的这种无矿边窗的车门 和它溜背的这个造型 看起来确实要比C级更年轻一些 但是其实它的空间不是它的强项 也就是说对比奔驰C级的时候 在后排空间上会有一定的劣势 那么如果您是比较年轻的消费者 你想选择一台比较有个性啊 或者说比较符合自己品味颜值的这种感觉 那么选这个CLA是没错的 那么如果您是一个居家旅行过日子的能手 那你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话 去选这个奔驰的C级 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么至于A级呢 我也给大家查询了一下 在市场终端它的价格A200L的顶配 基本上落地在北京地区 大概是22到23万之间 这样一算来啊 它其实比CLA要便宜不少 这三台车到底怎么选 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会继续去体验更多新的车型啊 最近也是要提回来这个CLA的列装 其实那台车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车型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希望大家呢也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我是小新 大家下期再见